请看感应篇第九十九集 第一百集 九十九集一句话 盈与古都 住截的住得很长 可见得这一桩 这个卧是相当严重 第一百集有三句 心独茂词 惠诗为人 祖道河中 看这个感应篇 九十九集 盈与古都 诸节里面说 邪云外惑 灭得丧心 太上故意垂解于情 这在前面说的很多很多 下面说呢 之与夫妇正似 有诗有戒 若云正似飞淫 其名纵于杀身之后 这个后面 诸节的很多诸位同修自己去看 佛华里面说 佛华里的常书 爱是六道轮回的根本 爱不重 不生所谱 这个爱就是爱与 念不疑不生净土 这两句话重要 尽宗法门 信业两个字 圆满的包括 念是 念力说佛 念力说佛 念力六道轮回 首先就要把爱与断掉 你有这个东西 四上没有 念头上还有都不行 你有这个念头 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 你要想往生极乐世界 专念阿弥陀佛了 无量寿经上教我们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所以念不疑不行 怎样才疑呢 二六诗中只有这一念 除这一念 别无二念 那个念才疑呢 这样的人 决定的圣经土 真地叫 身心世界一切方向 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 如果有缘 一定要广度众生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与菩提心相应 发菩提心 那个没有缘 没有缘分 广度众生 他有坚固的事业 他没有缘 没有机会 但是他有坚固的事业 但是他有坚固的事业 这不是没有这个度众生的愿 没有度众生的愿 念佛念到一心不乱 也不能往生 所以往生的条件 是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你发菩提心 你不能够专念 不能往生 专念不发菩提心 也不能往生 这个我们要记住 所以碍于一定要断 要从心地上去断 知道这个祸患无穷 无量借来 生生世世修行 出不了六道 就是被这桩死心害了 如果在这一生当中 还不放下 那就跟过去一样了 跟西方极乐世界几个月 你要问哪一天能往生 哪一世能往生 你问哪一个时候 你把这个碍于断了 就是你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 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 这个住得很长 换一句话 就说明这句话的重要性 再看看底下这两句 心独冒词 惠诗为人 作道获重 这些诗在现代社会里面 常常常见到 我们自己要细心反省 我们有没有犯这个锅 外面这个容貌 装得和言爱语 那么这种伪装 实在讲 可以欺骗世人 真正有道心 有学问的人 欺骗不了 世间愚人容易上当啊 太多太多了 末法时期 佛说了 邪思设法如恒火上 魔王外道啊 很会伪装啊 很容易诱惑人 所以我们往往看到 他信徒很 徒众很多 财力物力非常雄厚 我们弘扬正发的四中弟子 远远比不上他 他会装啊 我们不会装啊 他用手段呢 我们没有用手段 我们遵从佛地教诲 随缘而不攀缘 他们是攀缘 绝不是随缘 会识为这个为人 这一句话 隐身的意思 就很广了 反而是 不能用的了 不堪用的了 拿这个东西来布施供养 都是这个罪过 左道或中啊 那就更广 尤其是佛门 我们如何辨别呢 佛教给我们一个基本的原则 方法 与戒定会相应的 是真法 与戒定会相背的 是写法 戒定会的范围也很广啊 我们近众同学 所谓一句的经论 五经一论 我们从经论里面 做出五个科目 这五个科目 诸位要能善于运用 邪正 是非善无利害 你自然就能辨别 所以你用三复 用六复 用三学六度 普行诗愿 做标准 与这个相应的 是真法 与这个相背的 是左道 旁门左道啊 过去黎明老常常叫我们 提高紧遮 门内外 很不容易辨别 佛门之外的这些外道 你很容易知道 佛门里面的外道 所以这是古德讲的 叫门内外 越是清静自己的 他这个思想不纯正 都变成门内外 甚至于我们 同一个净土宗 同一个 净宗学会 还有门内外 为什么会变成外道呢 他也在这里修净宗 也跟我们在一起 他的心呢 要当领袖 要抓权 这个心就坏了 心就毒了 毒什么 心贪嗔痴是三毒啊 不能够放下明文立扬啊 在这个道场里头 尊权夺利 制造小党派啊 毁入于自己对立的 都犯了这个罪 所以如果我们拿着五个括目 一对照的时候呢 你就发现了 你要有标准呢 你才能 辨别邪正 辨别善悟 辨别是非 我们自己一个纯意的善心 自然有祝福 忽孽 龙天善神保佑 纵然受到伤害了 也不怨天不诱人 自己回过头来反省 重报亲寿 如果我不认真修实 修行 报的比这个 不晓得要重多少倍 这是属于重罪情报 随心里面 自自然然就能做到 你来顺受我 我们的约 可以解化解 灾难 可以消除 不能消除 也能够减轻 心上 野上 行上 必定有利 释出世间法里面 决定不争权 决定不得利 不与人争权利 不与人争名为 我们要顾着道义 无论是什么身份 无论自己 居在什么样地位 都可以贡献自己的 心力 唯一一切众生服务 居住在职位上 要负其 要负其 负劳役的使命 不在这个职位上 我们卸助 像我们这个道长 我们全心全力 卸助李会长 他在领导 全心全力帮助他 他有多大功德 我们跟他的功德是相等的 无二无别 引用了这个 四世真相 有什么好真的呢 佛教给我们 让啊 人让啊 但是今天的社会 小孩从生下来 大概就教他要竞争 你说这怎么得了 以为善于竞争 不择手段 能够争得到的 被社会大众所赞叹 这个社会 前途 可不得 孟夫子过去跟梁慧王说的 上下交真理 而过为一 那是讲一个小国家 上是帝王 下是百姓 大家都真理 竞争 名利 这个国就为了 现在我们看看 全世界上下交真理 所以外国的预言说 世界末日到了 世界为一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来干什么 来到这个地方受苦受难的 那你就是应接而来 如果不是应接而来的 你在这个里面 绝不受这些灾难的影响 劝导大家回头 劝人回头 首先自己回头 给人做一个榜样 自己不回头 如何能够劝信别人回头 所以自己要回头 要表演一个 愚人无增 愚事无求 我们把这两句话做到 发菩提心意向转捏 对众生来讲 我们真的有了贡献 就这个行持就是贡献 你不要认为 我这样做 没有人晓得 没有人晓得 有鬼神晓得 鬼神今天学佛的人数 听经念佛的人数 比我们看得见的这些众生 不知道要超过多少倍 怎么会不会有人知道的 父母堂军 我们念到祖道火中 就想到 还有人 来批判 无量寿金的会计本 这是祖道火中里头 与我们最接近的了 最贴近的了 所以你们仔细想一想 正法出师 出师 决定由魔来扰乱 魔为什么来扰乱呢 世尊在世的时候 魔王波寻就说得那么清楚吗 魔不希望这些众生 超越三界 他喜欢 魔子魔孙 越多越好 越多越欢喜 多福多瘦 多男子 魔的观念 不是佛法的观念 那佛要多一个众生 出三界了 就等于说 有一个人移民出去了 离开我们国家了 这个做过王的人痛心了 我的过敏怎么又少了一个 所以母很执着 他也护士佛法 他也离清 这个法师大德 佛菩萨讲经说法 就是不希望人出三界 你心善 即得 他欢喜 你要是聊生死 出轮回 他不欢喜 总给你做种种障碍 那么我们晓得 夏林菊老菊 是汇集这个本子 不晓得要度多少众生 那个魔看的这个本子 多讨厌 总详尽方法 让大家对这个本子 丧失信心 去念其他的本子 其他的本子 果然认真来念 也能成就 但是 我们能够想到 他很不容易 往生 因为 他 他没有定功 他没有智慧 他没有性根 今天人说这个好 他相信的 违背了那个相信的 明天再有个人说 还有一个好的 比这个更好 他又舍弃这个 他的心是浮动 他们又主宰 那么很容易上魔的当 今天遇到这个魔 告诉你这个 这个不好 你要学那个本子 学了一两年了 又来一个魔的时候 告诉你 这个本子不行 还有那个本子好 让你一生当中 常常换 换法门 你就一个成就都没有 一四五成 不管哪一个法门 一门深入 常识喧修 他就决定有成就 这个 理理原则 我们一定要明了 所以注意 就你自己程度 你的生活环境 你所欢喜的法门 选定一个 一生不变 你决定有成就 常常改变法门 这个人决定没有成就 祝福如来 都度不了他 都帮不上忙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